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第2960集 下车之前 张凡把一张人皮面具递给南宫青 哦 戴上吧 这人皮面具虽然是男的 但戴在南宫青的脸上 配合南宫青那一头漆黑的长发和身材 也会让人认为是女的 只不过是不算漂亮而已 那这么一来 至少可以躲避南宫青口中那些个本地悬门众人的眼睛 南宫青戴好了面具 二人一起下车 此时的南宫青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咱们从哪入手啊小凡 和红自然保护区里有百游路 湿地沼泽和湿地沼泽中的人工水路 水洼 这些个人造的水路 水洼连通着百游路 可以把游客送入湿泽湿地之中 让游客拍照更加的便捷 一会儿咱们坐船 通过这些个水洼和水路 在沼泽里面转一圈 看看能不能寻到一些线索 听到张凡的话 南宫青点头 便在这时 张凡感应到身体右侧传出了一股道气来 不过张凡并没有做出什么特殊的表现 只不过缓缓回头看了一眼 那是一个三十五岁左右 皮肤白皙 看起来纹皱皱的男人 南宫青也顺着张凡的目光看 只见其瞳孔一缩 张凡注意到南宫青的表情变化 问道 怎么了 这云就是我之前跟你提到的那个本地悬门中人 他叫李树丽 这还真的是巧了呀 刚到这里没多久便碰上了 幸亏是戴了人品面具啊 不然就要被对方认出来了 张凡是第三境强者 在第三境以下的修炼者面前 要隐藏气息很容易 南宫青也带了零食 所以李树丽并没有发现 张凡和南宫青的气息 就这么从张凡和南宫青的身旁擦肩而过了 他怎么一个人来的呢 施主呢 南宫青看着李树丽的背影 面带疑惑 张凡则是看着李树丽的来处 仔细砍制了一下 两名第三境的修炼者 即便实力差距很大 也可以感应到彼此的存在的 除了这个李树丽之外 这周围根本没有别的修炼者 难不成他也和我一样 不给施主干了 自己出来单干 南宫青说出了他的猜想 张凡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所以也并没有接话 走了 咱们坐船去 两人到了长长的队伍后面 由于船比较多 所以张凡和南宫青很快便也上了船 一船可以拉十二个人 张凡感应了一下 那些人的气息 都只是普通游客 并非是修炼之人 船在湿地沼泽上面的人工水路摇曳 缩走的路线 人工水路水洼的分布 将藏匿莽农区的位置 全部涵盖在内 两个人就这么一边欣赏景色 一边观察 感知着周围的奇怪地方 走了一圈下来 坐坐用了一个多小时 张凡和南宫青把周围情况也感知了一遍 并没有发现什么奇特的 除了枣子和湿地之外 就是上面生长的一些植物了 等回到岸上的时候 已经接近中午了 走吧 找个地方吃饭 然后再下一步 下一步是什么 张凡笑着 指了指不远处的保安室 你的意思是 跟保安打听打听情况 张凡点点头 两个人在周围吃了一些饭 便到了保安室了 姚衣裳鞋靠着一个六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正在刷着视频 音量放得挺大 看到张凡和南宫青进来 老保安收了手机 坐直了身子问 两位 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大事 就是闲聊天 大叔 您在这里干了几年了 啊 今年是第六个年头了 是吗 时间可真不短了 是倒班还是你自己啊 有假期吗 没有倒班的 这里就我一个保安 假期倒是有 一个月两天假 不过我从来也没休过 我老婆已经去世十多年了 儿女也都结婚了 回家的话 也是我自己 每个月他们都会过来看看我 在这里跟他们见面呢 跟回去也没什么区别 这里什么都有 还不用交 水电费 而且该休的假期不休的话 还有三倍的工资呢 这里藏匿有莽龙区的事情 是近期爆出的 如果这里真的出现过 与莽龙区体相关的奇怪场景 那六年来一直在此地 从未离开过的老保安 肯定是可以看得到的 白天还好 有大批的游客 可晚上你自己一个人 在这荒郊野岭的 不害怕吗 南宫青在未进入正题 做着准备 年轻的时候 我睡坟地都不怕 这荒郊野岭啊 有什么好怕的 老保安说着 点了一支烟 喝了口茶 问道 两位过来找我 应该不只是聊天吧 有什么话直说 话到了这一步 张帆也就不再隐瞒了 我们是想问问 你在这边生活了这么多年 有没有看到过 这枣子上面 出现过什么奇怪场景啊 哦 看来两位 是为了蛟龙躯体而来啊 保安此话一出 南宫青的心头不由一震 下意识说道 你也是修行者 我可不是修行者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前几天呢 有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然后呢 我又听到他们在我屋外的谈话 所以才知道两位是为了 莽龙躯来的 张帆早便想到 之前会有人 跟他一样过来找保安打听情况 所以心中有所准备 倒是也并没有太过惊讶 那 你有看到什么奇怪的场景吗 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老保安话没说完 南宫青便把话接了过来 你若是如是把你看到的奇怪场景告诉我们 无论对我们夺取莽龙躯有没有帮助 我们都会支付一定报酬的 老保安看着南宫青 笑道 我是真的没看到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